如何研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股市有老凤翔特别呈现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 有老凤翔冠媒播出的 今日股市 我是李婷 在上海午和各位 今天市场是依然由创业版领涨 而且在创业版当中主导的方向 还是以行能源车为主 我们说 昨天的市场的一个现象是什么 就是拉了光伏里面储能的很多标的 当然很多是已经创新高 甚至是接近前高的品种 大家跟随的意愿不强 而且昨天市场成交额 是跌破了万亿 所以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追的人不多 但是里面的抛压也不重 所以市场看看在缩量之后会怎么样去表现 那么今天这个市场呢 其实也看到一开始也是一种震荡的格局 当然大家发现 哎呦这缩量还是没跌下去 然后呢就开始重新激发出了这种做多的情绪 首先打了什么有券商对吧 然后今天有军工还有半导体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军工券商半导体这三个方向 其实都是相对于新能源而言是偏低位的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今天整体的表现情况 上证指数呢今天最终呢收盘又拉回了3300点 你看已经是连续这是七个交易日 就在3300点的这个位置上来进行一个震荡整顾 下方的是20天线 今天收盘点位是3320点 1.62%的涨幅 而且是在下午指数出现了一个进一步的拉升 那么创业板这边呢今天也比较强势 也是创出了近阶段的一个小心高 成交额是在2100亿涨幅达到了3.09% 来看一下上证50 今天上证50也有一个明显的放量 昨天差不多800亿今天是925亿 也是在这个前高附近震荡整顾 今天是1.5亿的涨幅 而且今天呢也把昨天的这根中阴线完全的吃掉了 创业板50就更强了 3.41%的涨幅 因为现在创业板主要做多的就是新能源权重 来看一下科创50 科创50就最明显了 就是全天啊其实都是比较弱势的 直到下午啊 大家发现哦原来市场还是有做多情绪的 然后出现了一波拉升 但是量能并没有特别有效的去放大 来看一下中正500%1.96%的涨幅 中正12.3%的涨幅 国正22.19%的涨幅啊 就今天个股还是非常活跃的 微信平台上和大家互动一下创业板的话题 创业板大涨超过3% 强势突破 能不能继续逼空 A 能 B 不能 欢迎大家到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互动 参与投票啊 一个人说节奏的问题 是不是还是继续逼空 另外一个其实更重要的 我觉得是空间的问题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 好 给各位来介绍一下 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杨敏 还有林世文 欢迎二位 简单看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的统计情况 指数层面 今天全线是红盘爆收 创业板的涨幅最大 来看一下成交额 其实今天虽然放量 但是我觉得这个量能的回升还是比较有限的 今天只有10763亿 再来看一下市场回忆度 但是今天市场回忆度非常高 为什么呢 就除了高位的涨 今天低位的很多品种开始移动了 涨停加数达到了109家 在S界个股方面是8只涨停 两只跌停 赚钱效益今天非常高 这个达到了85% 在前天70%的赚钱效益之后呢 市场回落到了20% 然后今天呢又高达85% 一般来讲 这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赚钱效益了 好 我们来听听杨敏对于后市的研判吧 我们先来说一下空间的问题 现在应该怎么去判断 主板这在3300横了一段时间 但是它好像一直也没跌下去 是吧 跌下去终于在今天发力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指数要向上拓展空间了 我觉得今天的发力 其实只能说明 化解了就是短期调整的一个压力 但是上方的空间呢 我觉得并不是太大 当然就是现在趋势来看 一切都很好 包括北上资金继续流入 包括成交量再次这个重回万亿 包括汽车板块也是在趋势上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 为什么觉得上方的压力会比较大 或者说空间不大 从三方面来讲嘛 就第一方面的话就是从板块轮动角度 我们说主线 其实这一轮是一直在保持的 但是就是边缘的这些板块 比如说像券商 之前是轮动过一次 今天又第二次轮动了 就像这些边缘的这些板块 都已经就是轮动了第二轮了 那么其实是就是说明后面再轮动的一个时间 或空间并不是太大 这是一点 第二点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阵指数的一个周K线 那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呢 这一轮是从2800多点 现在到了最高到3360附近 那么上方的一个压力的话 主要是在3400附近 那主要是两方面的一个压力 那第一方面的话 就是如果从3000基到那个第一点 做一个黄金分割的话 那么3400点 正好是在黄金分割0.618的一个位置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的话呢 就我们看 就是2020年到2021年尾声 这个长达一年半左右的一个大厢体的下沿 也是在3400点附近 所以如果说到3000 就现在是在3360 如果再往上40点 其实后面就是碰到一个厢体下沿 但是呢 盘了一年半的厢体下破 要直接上去 其实是有难度的 这是第二点 就是从技术上 那第三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从商品角度 那我带来一张 就是商品和指数的一个叠加图 上方的这根线是 就是商品 黄色的这根是商品 对 然后下方的话是这个上段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就是红色标明的那些线段的话 其实都是商品进入下轨的时候 就进入向下拐点的时候 市场出现了一定的一个沉压 那我们看到最近 无论是原油 还是黑色系 还是金属 包括农产品 其实都是出现了全面的下跌 那么昨天的话 原油打跌6% 今天斗魄打跌5% 所以就是如果说 在商品进入下行这个过程的话 那么指数这块也会有一定沉压 所以我觉得就是短期的话 当然是化解了这个短期下行的风险 但是我觉得向上打 其实空间也不大 所以这个位置比较纠结 就是跟随趋势 但不用特别乐观 但是我看你这张图上 我突然间看到 就是其实确实就是 每当商品开始拐头向下的时候 其实指数会有所调整 但只有一次是没有 就是2015年这个应该是 是不是 对 2014年底2015年的这一波 对 对吧 就是商品是明显下行的 就是在这一波 但是指数是一路上去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2015年 其实是流动性 对 对吧 就是虽然经济预期比较谨慎 然后商品的价格出现回落 但是抵不过流动性相对宽松 所以你怎么看 就是我们现在流动性好像也还可以 虽然不能说跟那个时候比 但是是不是也有可能会 没有像之前那种的 就是商品跌了 我们也会跌 反而我们是那种走得比较缓慢的上行趋势呢 一方面的话 其实1415年当时是就是连续讲席 而今年的话 其实这个力度是远小于当时 然后再加上其实融资盘 另一周有两融 对 现在的话其实也差很远 所以我觉得最多的话在这里 就是不下去做一个横盘 但是完全不影响 我觉得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那现在商品是完全已经拐头向下了吗 对 就是无论从农产品这个金属 包括原油 就几大商品指数全部是拐头向下 那可能大家不太理解 就当商品的价格拐头向下意味着什么 是说就整个经济的 我们说整个全球的经济 是进入到一个相对谨慎的阶段吗 我们说就是经济周期的话 分为四个阶段嘛 就是复苏 然后新盛到过热到衰退 那么过热阶段的话 是商品大涨的时候 然后呢复苏的阶段 往往股市会表现比较好 但是在过热阶段 商品大涨之后 那么后面可能就是一个 经济沉压的一个衰退阶段 那至少美国这块的话 已经在走衰退的一个逻辑了 那么我们这边是弱复苏 但如果说商品连续下行的话 其实也会有一定压力 好 这个反正我觉得值得大家 就当成一个信号去观察 但是从指数的这个角度 杨敏刚刚提到一点 就3400点之上的空间 非常有限 确实如果你去看整个的周K线的话 因为3400到3700 其实它也是一个相提 对吧 我们从3000到3400 它是一个相提 然后3400到3700 其实当时到了3730点了 对吧 也差不多300多点 将近400点的空间 一样的 就你往上相提再去翻 靠现在这个量 可能也不太可能 来听听林诗文怎么看待 就短期而言的这个市场 是不是也觉得 3300线虽然在夯实 但是上面的空间也有限 你怎么判断 从短期来看的话 我觉得确实空间会有限 当然我觉得因为 从目前的行情来看 大家看到过去两周时间 指数其实没涨多少 但是它的回忧度 或者它的交易性 还是比较好的 板块的轮动 包括主线的这种机会 像新能源 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品种 它的一个趋势 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我认为 就是指数虽然说是空间有限 但是不影响到整个行情的交易 这是一点 另外一个我认为 今天因为行情确实是比预期要强 因为昨天是 一下子是往下去跳水 跌了40个点 幅度不算大 但是昨天也是跌穿了一个 实陆均线 实陆均线我看了一下 应该是一个月都没有跌破过 然后昨天是跌穿了 照理来说趋势上转弱的话 应该说今天可能还会往下沉 当然今天我们看到指数是直接去反爆 所以说也代表了这波行情 多头是占据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主导地位 也就是说可能就涨多了 它会需要有一个短期的调整 但是这个调整都很短暂 基本上要么就是日内完成 或者是隔天就是形成反爆 这也是过去两周行情的一个特点 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行情 依然是多头主导 然后借助前段时间的行情的一个特点 就是每次反爆之后 指数基本上在两三天之后 还会去往前高去看 也就是说我觉得上周的高点 3358点 大概这个位置可能会去挑战 就是可能会在下周 因为明天就剩一个家人 所以说指数在这阶段 我觉得应该说大的风险 应该是没有的 所以说就在于 你是不是要分高控制仓位 就是现在两类人 一个是在场外的 什么时候进场 这类人相对来说 现在是比较被动的 因为它没有太好的一个进场的时机 因为每次低点都是在台升 然后在场内的人 他想的就是找一个机会 怎么样去做波段 或者是说我是不是也到一个阶段高点了 所以我认为现在在产业之间 相对来说会更主动一点 就是比如说指数明天冲高 对吧 达到这个压力位 那我觉得就可以考虑继续做波段 因为现在行情并不是那么稳定 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就创一板比较强吧 但是其他的几个指数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都是在半年线下方 所以我觉得行情依然是走一步 看一步 就是你不用太乐观 但是也不用太悲观 短期来看的话 依然是一个震荡的结构 因为这波行情 我给我感觉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 就是后面的数据配好 对吧 5月份就是6月底 下周就要看到这个6月份的PMI 我看了一下 之前5月份PMI公布之后 指数就直接突破了3250点 然后走离波100多点的一个冲高 然后我认为 5月份当时的PMI是 大概是48左右 是超预期的 那现在市场也认为 可能这个数据6月份 肯定是比5月份要更好 突破50是大概率 就是有多好的问题 所以说我在这个数据 你没法证为 那资因在这个里面去运作 它就有这个挡量了 就是包括后面的信贷数据 可能在6月10号左右 7月10号左右 对 那这个数据呢 肯定应该来说 也是会比5月份要强吧 就按照市场现在预期 所以这些数据呢 现在你是没法证为的 所以说在多头 你在这个数据没有落地之前 他们都是有恃无恐的 继续去做多 然后呢我认为 去对标一下2020年 当时6月份的行情 同样都是因为 这个常态化的这个防疫以后 也是数据转暖嘛 对吧 当时呢 因为7月份有一波拉升 就是一波加速 所以市场呢 可能也在期待着 这个行情 我现在过早了下车 万一后面有一波加速行情 错过了 那也比较可惜嘛 因为当时的行情 从低点反弹到高点 我记得应该是 接近800点 如果是说按照2863 往上去看的话 那可能就极限一点的话 3600也有可能到 就是今年的高点嘛 所以我不排除 有部分资金是在 有这种联想 所以说这里面筹码被锁定了 像你现在成交量 基本上1万亿左右 它也很容易去拉起来 今天是缩量的 相比前两天是缩量的 但是还是能打到高点 所以我觉得 大部分筹码还是锁定的状态 它在等待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呢 可能是月底的数据 或者是下个月的 一个信贷数据 然后呢进行配合 对吧 所以有这个因素 所以我觉得 这段时间 其实如果仓位比较轻的人 我觉得就借着每次调整 还是要考虑去 进场去配置的 就是无非就是 你加少一点的问题嘛 对吧 差不多是行情 我认为呢 应该说短期还是比较强势的 其实就是把什么 当成一个时间窗口 其实就是经济数据的出来 看看市场的反应 是超预期 还是说被证伪 对吧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在 这个时间窗口上 所以大家觉得现在 竟然还没有完全的 这个得到具体的一些信息 那反正当多头主导的时候 那肯定就是继续主导 是吧 因为趋势面前嘛 我们一直说就是 趋势为王 对吧 要先是遵从这个趋势 只是在操作上 我觉得可能现在会 比较纠结一点 就在里面的人 如果你获利很丰厚 你肯定也在想着 要不要兑现 在外面的人呢 也会想着 都这个位置上了 我到底是上仓位 还是不上仓位 所以就比较纠结一点 那我们再来说说创业版吧 创业版怎么看 是不是也跟主板一样 还是说创业版 可能更有一些指引性 可能它的空间会更大一些 杨敏怎么判断 创业版的空间会相对大一点 就是我们看到 现在创业版 它的上方压力 基本上是在2900到3000 2900呢 是就是下跌的黄金分割的 0.5%位附近 然后3000的话呢 是上面相提的一个 低点的位置 所以2900到3000方向的话 压力会相对大 然后呢 从几个宽机指数来比较的话 其实创业版 和这个新能源车的 一个绑定度更高 而现在呢 这个汽车 包括新能源 又是现在的一个主流方向 所以就是未来一段时间 依然是创业版 更加强势一点 但是其实值得注意的是 就这两天 连续好几天吧 创业版50更强 就是也就是新能源的权重更强 那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让我联想到之前 其实芯片当时 就是那一波的时候 到偏尾声的时候 也是芯片的权重 在连续表现 所以我觉得就是到 2900 3000附近的话 也是需要小心一点 然后另外科创的话 我觉得现在就是在走 提前在走 7月份解禁的那个逻辑 所以短期涨不动了 就在这儿横盘 那我觉得只要能横主 其实也算强的 就是科创 科创现在应该就是 纯粹一个跟随的角色了 对 是吧 就之前可能还是跟 创业版有序的轮动 现在可能就还是要 靠创业版去带领 然后科创就是跟随 对 是吧 你说到就是去反映 就是解禁 是因为就是7月22号 这个科创的 可能好像是2000亿 左右的解禁 所以市场就是 不太可能在这个位置 大举做多 是这个意思 对 那会调整的幅度更大吗 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 就是要看市场的方向 它是在这个位置能横主 还是说往下调整 如果能横主的话 我觉得科创版也不会太弱 就是看其他强的指数 它是强一点的表现 还是说弱一点的调整 是吧 如果弱 那科创更弱 是这个意思 是 好 林盛文怎么看创业版接下来 一个是空间 一个是节奏 你怎么判断 创业版目前来看 应该说是 毋庸置疑是最强的 因为它也是突破的半年线 今天这个阳线的3%幅度也比较大 但我觉得现在创业版 对于目前来看的话 短期操作难度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几天大家看到 就是因为是新能源强 这个新能汽车 包括一些芯片 包括我们看到 李边驰这些赛道 因为权重是林德时代 所以说他们的涨幅大的话 直接是把指数 翘起来就非常快 当然我们看到了 就是最大是因为 本身的新能汽车数据比较好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政策比较多 昨天中央这边也是出了一些 对于新能汽车 包括汽车的消费 又有一些政策 所以说今天又继续强化了 包括另外一个就是林德时代 林德时代昨天 是它订政方案是落底了 410元的订政价 其实是不低的 原先可能市场价就500块钱 打了这个八折 如果是按最新价来看 也是八折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国际资本 包括一些国内的一些 大的一些私募什么的 都大量参与进去 基本上我觉得就代表着 现在主流的资金 还是认可新能汽车的赛道 我认为这是结果 因为新能汽车 林德时代 它已经是从两周前 大概400多 涨到现在是涨了20% 因为它1万亿市值 所以我认为 因为大家也知道 这个消息要马上公布了 对吧 而且上周就已经有消息说 大概林德时代的订政价 在420左右 那果不其量 昨天的数据 确实是在这附近 那我觉得这里面 反映市场情绪 一个是国际的一些资本 承受的资金 它愿意这么高价格来参与 对吧 也代表了认可 所以说它这波拉升的 一个强度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认为 这现在已经是 基本上已经打到连线了 对吧 然后呢 该加速也加速了 政策昨天也出来了 所以说现在因为 创业版呢 基本上是板定的是新能源嘛 那这个新能源呢 我觉得因为是连续拉升过的 无论是 像光伏的品种也一样的 都是在新高附近的 就前高嘛 所以这波都是 方倍以上的很多品种啊 那这个时候的 我觉得就比较难判断 你到底能不能判定 它这里能不能做突破 随着不好说 现在比亚迪是做了突破 那其他个能不能呢 现在就是我们还要观察嘛 所以我认为呢 因为已经是 经历过一波加速啊 在这个位置 你再去冒险去博弈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然后呢 现在的整个创业版的位置 也是处于一个 比较尴尬的位置 就是上轨的通道压力 这个通道压力呢 不代表它一定会跌 但是呢 晚上你 心里面总会放低谷啊 就是如果是说 按照正常的通道 它还在运行的话 那未来它肯定还是会 往下轨的支撑去看嘛 包括我们看到 五月初当时 那波反弹也是一样的 都是顶着这个 上轨去反弹 最终呢 它在某一天 它会有一个快速的调整 所以说我觉得不排除啊 在最近一两周 加速之后 你要紧防着 它后面会有一波快速回踩 那这种快速回踩之后呢 我倒觉得如果 看好这一块机会了 那你可以去分低地去把握 我倒是问题不大 而不是现在去追高去博弈了 因为现在本身网上的空间 确实 杨敏刚才讲的 两千九对吧 这空间其实就一百来点 可能再涨个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又到了 对吧 那其实就越来 空间越来越有限了 所以我觉得对创业板呢 我个人还是倾向 还是以这个通道的一个趋势去看 可能这个节奏呢 可能是进二退一吧 就是还是很强啊 但是我觉得 你要等待它退一的时候 对吧 去回踩的时候 去低气去把握 可能相对更好一点吧 对 好 那我们再来说一个操作的问题啊 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刚才也说到了 昨天其实也说到这个现象 比如说昨天拉一些 储能的新高的票的时候 其实市场也不跟 今天呢 我觉得拉高位的汽车的时候 其实市场是有表现的 但是它打了很多 什么低位的东西 对吧 什么激光雷达也好啊 然后像智能驾驶也好啊 其实都是相对来说 位置偏低的 但是是不是还应该在这个位置上 可以去大胆的做多 就是操作上指数是一方面嘛 但是成交罗 只要它能够维持在万一之上 大家是不是还是应该积极一点 去对待这个市场 杨敏怎么看 我觉得 我的一个标准的话 就是汽车板块 只要不破位 就可以去操作 当然就是仓位的大小 是按个人来讲 那现在的话 其实汽车板块 依然是在趋势上 所以一方面是可以操作 然后第二方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板块指数 离前高的话 大概是看了下7%左右 就空间不是特别大 那我觉得操作上的话 一方面就是可以偏短一点 就是这个位置 就不要讲基本面大逻辑了 就还是偏短一点 偏趋势一点 如果说破位的话 是需要继续走的 就可以参与 但是需要带止音止损 或者说偏短线操作 就是做不做多 就看汽车板块 是吧 这个破位指什么 就是比如说 单日的中音线吗 这样说 就是汽车板块的话 因为它之前的支撑 都是10天均线 所以如果这一次 跌破10天均线 那我是视作为破位 好 林诗文觉得 现在大家可以继续 就是对市场积极地去操作吗 我觉得是可以 就是前面说的 指数可能会有震荡的风险 但是我看了 最近这几天的行情 就是指数跌的时候 它板块的赚钱效应 或者个股的赚钱效应 其实是不弱的 像昨天它也是有 大概是六七十家 七八十家 个股是涨停的 然后昨天是没有跌 就两家跌幅超过10% 所以说好像个股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 这种恐慌 或者是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对操作 相对来说 还是有利一点 当然这里面 就是我们不是建议大家 去追高 就前面我说过了 像创业板里面一些 很多品种都已经打到前高了 对吧 那这种位置你去参与的话 哪天真的来一次震荡 那这种回撑 其实也不小的 那我认为像最长时间 其实最热的方向 还是新能源吧 无论是光辅 还是新能汽车 因为政策的确实 配合度是比较高的 你短期来看的话 这些主线的那些 零涨的品种 你是没法下手的 那我觉得可以另辟蹊径吧 我觉得这里面 可以找补涨机会 应该是可以考虑的 那包括我们看到 这两天赛道里面的 这里面像军工吧 今天也是补涨的 对吧 那其实逻辑也一样的 包括这个芯片也是 那我认为呢 其实现在大家也看到 新能汽车和光辅 它有一些叠加概念 比如说像功率半导体 IGPT这块 无论是逆变器 还是汽车里面的使用力 都不低的 所以说我觉得 围绕这条线里面 芯片的这个功率半导体 你可以作为一条 补涨的一些 一条线去看 因为现在功率半导体 大家也看到 芯片这一步行情 是比较弱的 在赛道里面走的比较差 主要也是在于 现在整个芯片的 现在的一个紧急度 没那么高 去年确实一直在涨价 今年基本上 供给趋于饱和了以后 需求趋于饱和以后 然后导致这个价格 是有下行的趋势 所以很多芯片是不行 但是细分里面的 汽车芯片 其实还表现比较不错 你看像斯达 包括像新节能 等等这些品种 它走的趋势 还是比较稳定的 它没有加速 但是趋势 基本上是震荡上行 所以我觉得这里品种 还是从中可以去挖掘一下 因为我认为 如果一波行情 真的是结束的话 一般来说都是走加速 加速完就赶顶 我看了一下 这些IGBT里面的品种 它也是紧急赛道里面的 然后中报业绩 应该也说 也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我觉得可以去考虑一下 这一方面的一些机会 好 就是还是能做多 然后如果高位的下不了手 就还是在新能源里面 去找一些低位的补涨机会 好 稍后回来 咱们来说一说 具体的操作思路 看看现在市场当中 那一些活跃的品种 哪些大家还可以 更加积极大胆地去布局 接下来进入到 今天的有看头家加油时刻 我们请出吴周 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 吴周你好 好的 就此了 欢迎大家收看 有看头家加油时刻 今天三大指数全线上攻 各股表现也非常出色 北上基金再度净买入超过100个亿 强势上攻的行情中 还有哪些低位的方向 值得我们重点距禁跟踪关注的呢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张PPT 我们看到证券期货板块 从去年的12月份调整资金 最大跌幅超过了30% 那说明前期的调整是非常充分了 那近期4月底开始在低位探底回升 在6月中旬我们看到出现一波明显的上攻 在经过连续的调整之后 今天再度放量收复5天和10天均线 中短区均线也出现了多头排列 那说明它的形态出现了进一步的走强迹象 而且同时也突破了存保风风顶 那说明后市也是有机会迎来一波 加速上攻的行情 而且此外机构基金今天净买入超过37个亿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形态再度走强 并且大资金出现明显回溜的板块 也是我们后期作为重点关注方向 而且证券期货板块作为市场的直先锋 今天低位形态再度走强 也就代表了接下来整体的行情 有望继续上攻 那具体证券期货板块中 大资金今天布局了哪些个股呢 今天我们为您整理了份名单 详细的梳理了证券期货板块中 今天有资金在明显流露 并且形态走强的品种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阿维码 下载有看头加APP软件来免费的领取 那再来看一下证券期货板块的一个阿力品种 那我们看到这个品种呢 也是从今年的1月份调整至今 巨大跌幅超过了30% 那在近期连续震荡调整之后 也出现了明显走强信号 中短距金线出现多多排列 而且此外也同样突破了重宝峰峰顶 那说明后市也是有机会继续上攻 而且此外机构资金在今天 也净买入超过了两个亿 那对于这样的低位形态出现走强 并且大资金在震荡流露的方向 也是我们此后重点去跟踪关注的 那再来看一下证券期货板块的第二个阿力品种 那这个品种的话是从2020年8月份调整之间 最大跌幅超过了66% 那说明前这调整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都是非常的充分了 那今天不仅是放量占稳了250年限 同时也迎来了重宝峰的突破 那说明整体的形态出现明显的走强信号 后市是有机会迎来一波主升浪的行情 而且机构资金今天净买入超过7个亿 8天里面净买入超过12个亿 那对于这样的形态出现低位突破 并且大资金在加速流露的方向 那我们也是可以保持重点跟踪关注的 那如果您想领取此类更多值得重点跟踪关注的品种 那么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阿维码 下载有看头加APP软件来免费的领取 那再来看一下我们电视设备板块 这个方向在此前我们也是多次和大家分享过 那我们看到这个板块近期也是沿着5月均线 震荡上攻 今天再度放量大涨超过2% 盘中也是创了阶段性反弹以来的新高 那说明整体的趋势依然是处于上涨趋势中 而且机构资金近期也一直是保持的震荡流露 6天里面也净买入约12个亿 那对于这样的方向 后市我们也是可以保持继续跟踪关注的 好了今天的有看头加加尔斯克 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 炒股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买卖不定的时候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今天送给大家这套智能炒股系统 多空电波 是一款辨别买卖利于决策的交易系统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 当底部出现红色时 表示空头动能大概率减弱 多头出现积极信号 可以开始关注 股价上涨 在高位区域出现绿色 这是空头预警信号 要懂得规避风险 现在想要了解的朋友 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到手使用了 三千多只股票 都能轻松判断买卖信号 同时配套了强势买点战法 配合多空电波 寻找强势品种发出的启动信号 案例分析 跟盘操作 掌握属于自己的操盘系统 现在扫码领取 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股民 都能轻松上手使用 看准机会 轻松交易 快来领取你的交易利器吧 王哥 你快帮我看看 为什么我换了股票 还在亏呢 你啊 肯定是听了别人说的才买的 是啊 投资股票啊 最忌讳乱投和倒听途说了 K线形态这么分盘复杂 但是啊 如果有一套 简单易懂信号明确的指标战法 说不定会给你带来不少的收获 真的有这么好上手的操作方法吗 当然了 你可以现在扫描二维码 来领取这套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强大的实战指标 给你多维度提供 短 中 长 周期投资决策 深挖炒股三大核心问题 选股 择时 买卖 信号清晰 一目了然 这也太全面了吧 操作起来方便吗 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简单易上手 只需三步操作 既便捷又轻松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 立即领取这套 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好 那我现在赶紧扫码去领 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让炒股更轻松 让投资预见美好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故事 欢迎回来 接着咱们来讨论一下操作 其实从2863以来 我们说除了超跌反弹之外 大家要看的 就是这一波的主线是什么 我们节目最早的 然后我们的嘉宾就说到 汽车就是这一轮的主线 而且杨敏当时也是很早就提到 说主线其实就是围绕着汽车去展开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汽车 这个板块今天是涨了5.68%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什么 就是你看 其实汽车这个板块 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展示 前几个交易日 一直都是在上一线之后 缩量震荡 就是其实今天是很关键的 对吧 需要有一个方向性的选择 然后在昨天晚上确实也是有相关的一些利好消息 市场还是给出了积极的反应 然后今天是继续涨停 但是继续大涨 有一些整车类的个股 之前比亚迪创了历史新高 长安汽车今天涨停 如果再有10%也要创出它的历史新高了 然后小康股份今天也涨停 差不多距离它们的历史新高 就是前高也就百分之十几的这样的一种空间了 所以我不知道在这个位置上 大家对于汽车应该去怎么看待 而且今天还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我觉得今天又涨了很多低位的东西 虽然汽车零部件在回味 但是你会发现 开始什么智能汽车了 对吧 智能驾驶了 开始往这个方向去扩散了 杨明怎么看 我觉得今天汽车确实是有点加速 因为第一个阳线力度比较大 第二个低位高位其实都在涨 确实是力度比较大 但是一方面 就是现在的一个主线没有结束 你就不能说轻一言它就结束了 而且其实指数我们说也有一定空间 所以如果说趋势在的话 那我觉得还是在汽车这条产业链当中 还是可以去找方向的 特别是就现在指数在比较纠结的位置 可能会震荡一下 在上或者说上方空间不大 要开始安排的时候 我觉得抓住主线更重要 因为其他的东西更容易散 只有主线相对来说 最有持续性 对会好一点 所以还是我觉得是要在汽车展现链当中找 那我觉得我这边还是看好激光雷达会多一点 因为它对于就汽车这一块的话 就零部件是一个很增量的市场 那就是而且就是现在整体的激光雷达的个股的涨幅 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一倍 那么相对于其他的一些就汽车的涨幅还算是小 还是下的去手 而且行业的增速从未来三年和未来五年来看的话 还是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做的话 还是在主线里面去找 持续性会最好 第二个的话 就行业当中我还是看好激光雷达 那我们对于汽车刚才你说了 就整个这个行情就如果出现中阴线 就是跌破十天线 是吧 其实就是看成是破位了 然后就要谨慎了 对 但你看今天开始涨一些低位的东西 是不是也说这市场其实已经进入到了 就是在低位品种的这种挖掘 就是在不断的扩散了 所以这是不是会吸引更多的资金 在市场当中寻找机会 就是我是觉得就在防御性的情绪 比较大的时候会去挖掘一些低位的东西 但是到大家情绪高涨的时候 又会去追一些高标 所以就是其实可以给他一点时间 就是做一个切换 林盛文呢 觉得汽车里面的可以再挖掘的东西还有什么 我论有啊 就是其实情绪已经打出来了 前面说了一个工艺半导体 它相对来说是位置比较高 但估值也会偏贵的 可能对一些普通投资人 可能觉得这个估值50倍100倍下不了手 那今天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方向 就是零化工吧 零化工因为这段时间 其实基本面还是非常强 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新的汽车之外 它本身还有一个中报业绩 因为大家知道7月4号之前 就要进入到一个中报预告了 对吧 那也就是说这些公司 今年一级录业绩是非常亮丽的 而且二级录业绩会更强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整个 零化工的上游是零矿石 零矿石的价格同比是已经 从比去年年初涨了150% 这个涨幅一点是不亚于这个鲤矿的 所以说大家也看到前段时间 像雅化几个盛星鲤能 它公布的中报预告出来 都是大涨的 所以我觉得目前趁着这个窗口 它的一个中报还没有落地 那我觉得这类品种 它可能会有一些机会 那另外一点 其实大家也看到 零化工虽然说下游是 主要是在化肥这一块的 但是它有大概百分之十几的 一个比例是用在 零双铁力上面的 零双铁力现在是在 整个新能汽车里面 这个新能汽车 锂电池技术应用比例是最高的 像比亚迪它的电池都是 基本上都是零双铁力 刀片电池 55%以上 现在整个新能汽车 占比是比较高的 今年的一个新能汽车 因为整个景气度非常高 预计是突破600万 是概率比较大的 去年是多少 去年300多万辆 也就是说今年的新能汽车 是比去年要放一倍 那同样的 对于这个锂电池的一些材料需求 应该也是方便的 所以说 这个对于一些 掌握上游锂矿资源的 零双铁力上游就是锂矿 这些品种的公司业绩 应该说也是非常强的 因为下游的需求是有保障的 不像其他的行业 可能是有周期新的波动 你一定要认准的新能汽车 它的增速应该说 在今年至少是没问题的 那对于这些品种 我觉得它大概的 也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提振 然后这些公司 它相比于锂矿 它有个优势 估值比较便宜 基本上我看了一下 龙头都是在七倍八倍 然后这个还是基于一季报业绩 如果二季度 我前面也说过了 零框的价格是在五月份之后 开始连续的大涨 到现在基本上涨了30% 那这个会反映到 它的二季度的业绩 应该是比一季报会强 然后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中报业绩 应该说是有比较高预期 另外一点 这段时间的一个零化工板块 它有个最大特点 新的汽车板块 是连续的加速 你下不了手了 但是零化工板块的一些品种 它这段时间是连跌了两周左右 基本上都是回踩到了 前期的这个平台位 那也就是说 如果是你想要去做低期 或者是靠低估值 从基本面业绩角度去出发的话 那这类品种 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弹性角度还可以吧 今天我们看到 上午虽然说 因为这段时间跌 可能跟那个周期 商品的一个价格跌 有一定关系 但是它本身 它基本没有变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一个 单真探底 很多品种都是盘中 是很快拉回五六个点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今天的低点 基本上就最近的支撑了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也是可以找一些机会的 就是我觉得这是 比如说你像 你刚刚说到 这零化工的一些相关品种 确实其实调了 大概也就一个星期吧 是吧 然后也调下来 差不多又有15个点 可能这样的一种空间了 就是薄一点 可能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毕竟是一个 周期类的品种 而且我们看到 最近上游的价格 其实都在跌的 你像刚才杨敏也提到了 像大宗的一些价格 像之前也原油 对吧 然后煤炭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 对于价格的这个敏感性 还愿意再去 比如说中期去交易 还是说你最多 就是博弈一下 然后看他能不能创新高 或者说看看他的中爆 因为我们说 周期不都是卖在 他业绩最好的时候 你觉得是不是 就做短线的品种 对 这个是从短期的角度来看 我前面说的是一个 时间窗口 你叫博弈他中爆 对 然后因为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价格 其实一直处于高位 就是他业绩可能 二季度不一定是最高点 可能在等到三季度 或者是年底 所以说就是 你要卖在他最好的时候 就是业绩最好的时候 那这个道理我认为是对的 但是现在的业绩 我觉得还没有 没有到达他的一个 所谓的定位 中爆不是全年业绩的最高点 对中爆不是全年最高点 所以我认为呢 后面他还是有预期的 那他其实跟其他周期 会有所不一样 就是你想想看 前段时间动力煤 煤炭股 煤炭股的价格 其实是已经被管控的 就是基本上没涨过 但是你看动力煤的价格 整个股价是非常强的 那其实说白了 也是因为认可他的一个估值 对吧 包括他股息率 他有吸引力 机构用意去配嘛 那同样的道理呢 你想想看 东力煤炭股票都能涨这样子 那我觉得现在零矿这块 至少呢 他价格现在没有什么干预嘛 那因为下游 他本身海外市场 现在的零矿价格 都比我们国内要贵很多 所以本身呢 这块已经是倒挂了 所以我觉得 未来可能出口打开嘛 因为其实在五月份之前 因为是有管控的嘛 要先要保证国内的需求 那五月份之后呢 其实就会慢慢放开 他的一个出口 出口的这个差价 其实也利润是非常丰厚的 所以我觉得 他也可能现在要鼓励你 去出口去创收嘛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他后面业绩阶段见顶就结束 短期来看的话 至少在中报没有落地之前 他其实还是有预期可以去做的 对 好 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方向 其实新能源 怎么说呢 就是真的是挖掘的也很详尽了 而且呢 好像挖掘的时间也很久 当然对于新能源的分歧呢 也是非常大 那我们来看看其他的一些品种 大家是不是相对来说 更好操作一些 赛道里面除了新能源车 其实就光伏 昨天其实光伏 尤其是储能 这个方向也是大涨的 今天有一些低位的储能的品种 是继续上行 昨天还有组件啊 等等逆变气 今天呢 这个板块也有2.03%的涨幅 然后半导体终于今天也出现了上涨 对吧 今天接近3%的涨幅 还有呢 就是赛道里面的军工 今天涨幅更大 4.32%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就是大金融 是在今天午后出现了明显的拉升 那我们来听听杨敏说一下 像其他的 比如说军工 半导体今天也一动了 所以这些方向 是不是也可以做多 就不用老围绕着新能源也行 你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像延续前面讲的嘛 就是在纠结的时候 还是更要抱主线 它的趋势性会更强 那么主线的话 可能还是偏赛道 赛道当中的话 主线应该是光伏 所以就是光伏的 它的延续性 我还是觉得会更好一点 那从这个半导体来讲的话 半导体我觉得 大家如果打开半导体的板块走势图 它其实还是在一个下行通道当中 然后大家如果看全球的 费城半导体指数 也是在一个下行通道当中 所以就是 所以半导体现在 它的一个反弹力度是最弱的 那么短期其实只是一个 跟随赛道股当中 做一个补涨的一个过程 那军工的话呢 业绩相对好一点 然后包括合同负债 也是已经有体现 所以就是预期可能在 这个半年报之后 会有表现 那么就相对来说 要比半导体好一点 再加上这个7月份之后 有大飞机的这样一个预期 那我觉得军工的话 可以去寻找相关的一些机会 然后光伏的话 我觉得其实现在是最强的 那就是完全按照技术做 然后可以去找最强的品种去做 好就还是要做 就是做主线 对吧 在主线里面去来回切 半导体呢 这个景气度 可能没有其他的几个 更加的优势一些 林盛文觉得呢 有半导体啊 军工啊 是不是也可以去做呢 我觉得可以啊 就现在顺带这些品种 它有性价比吧 就是确实 我觉得性价比要看 是说位置低是吗 对位置低 然后呢 没怎么涨过 然后呢 我觉得 就前面我说的 芯片里面你要挑选的 因为现在 消费电子的芯片就不好 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 最近的一些龙头维尔啊 这些品种啊 它就是一直起不来 像今天芯片股大涨了 它也没涨多少 那说白了 还是行业的基本没问题嘛 因为今年的数据下滑 包括像昨天的哥尔 也是一样的 就是数据 但凡是下滑的 市场都是用脚投票 那但凡你数据还好一点的 它还能愿意去 给你去做一些关注和配置嘛 所以我前面说的 芯片里面 不是说不能做啊 就是找一些细分赛道 能跟紧急度 比较高的一些方向去贴合 我觉得相对的胜利会高一点嘛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其实像军工这一块啊 军工这块 因为这段时间没涨过 对吧 因为前段时间 其实大家也看到 其实在四月底 内波反弹 它幅度是比较大的 然后后面呢 到五月份开始呢 基本上就开始走横盘了 那我觉得应该是 军工这一块呢 本身呢 它的业绩属性没那么强 它不像光伏啊 或者是新能汽车 它有数据 它不断地去验证 比如说我出口数据 方备多少 对吧 新能汽车呢 最重要的也不断有政策 那军工这一块呢 它缺少这些催化机 但是军工我认为啊 它现在呢 相对来说 是属于中报这些窗口呢 它业绩应该也不差嘛 你比如今天像涨停的 像航防动力 这些品种 因为之前去年 为什么有一波上涨呢 就是因为它去年 这个合同订单比较多嘛 合同负债 那合同负债 在我看了一下 就是它没有完全落底 就是没有完全转换的收入 那也就是说 今年还是有预期 去保证它这份收入的 只是说增速上 肯定是跟那个光伏啊 新能源去比的话 肯定是比不过 但是呢 它也不会太差 比如说30% 50%的增长 我觉得应该也是有的 对吧 所以说就是前面我说的 现在场外资金啊 就是就是磨成插涨 等着你调整你不跌 对吧 然后呢 现在已经按耐不住了 然后呢 可能觉得哎呀 新能汽车上不了车 那我就找一些低位 去做补涨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就是有典型的这种低位 去做补涨的这种 这种动作啊 所以我觉得 如果实在是确实 没有太大方向啊 对这种低位的一些 紧急度还可以的啊 我觉得也是可以去考虑 去做一些挖掘的 我觉得今天这个市场 其实特别明显啊 就是高位的东西 你说明显的跌了吗 没有对吧 但是低位的东西 有起来的 不管是军工还是券商 就是林盛伟说的 就是有一些资金 之前一直等着市场调 结果发现 哎你就是不调 好 那我打高的 我还是拿不下手 我只能去选一些 低位的东西 但是你要看 今天的成交额 其实只有一万亿出头 我们上一次的成交额 比较高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达到 一点三万亿的 所以其实如果 低位的东西 要想持续活跃 就是增量资金 你得更多一些 不然的话 就可能还是 原先的那些品种 赛道去轮 稍后呢 我们再来讲讲券商 讲讲大金融 看看这里面的机会 又应该如何去把握 整体来看呢 六月份呢 还是赛道品种 风头无量 那么成长股 能不能在七月份 再接再厉呢 还是说 七月份价值股 会迎来机会 带领指数突出重围呢 本周六晚上十八点 有看头家月度投资策略会 我们会特别邀请到 兵工伟 周征 陈文等十位 人气嘉宾 开启成长价值的大讨论 带你寻找七月份的 投资主席 深度的挖掘市场的 投资机会 下载有看头家APP 参与周六的直播互动 更有机会呢 获得直播的互动好礼 本周六晚上十八点 敬请大家锁定 第一财经电视 与有看头家APP 六月赛道股市风投无两 那么七月能否继续引领市场呢 价值搭台 成长上次 聚焦成长 重点关注 开启新一轮产业周期的 紧急赛道 稳增长能否穿越 七月市场风格是否转换 下半年稳增长是主线 看好新机电的弹性 机构价值移居上期 成长 价值 谁是七月的投资主线 本周六十八点 第一财经电视 有看头家同步直播 敬请关注 每一段历程 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 不跟随 也可风华万象 不怀疑 学会欣赏自己 专注 坚持 打赠属于自己的故事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力求明星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王哥 你快帮我看看 为什么我换了股票 还在亏呢 你啊 肯定是听了别人说的 才买的 是啊 投资股票啊 最忌讳乱投和道庭图说了 K线形态这么分盘复杂 但是啊 如果有一套 简单易懂信号明确的指标战法 说不定会给你带来不少的收获 真的有这么好上手的操作方法吗 当然了 你可以现在扫描二维码 来领取这套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强大的实战指标 给你多维度提供 短 中 长 周期投资决策 深挖炒股三大核心问题 选股 择时 买卖 信号清晰 一目了然 这也太全面了吧 操作起来方便吗 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简单易上手 只需三步操作 既便捷又轻松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 立即领取这套 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好 那我现在赶紧扫码去领 MACD盈利战法升级版 让炒股更轻松 让投资预见美好 90年代 收获是一份仪式感 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 千禧年 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 高效却更需要费心琢磨 后来 收获是掌监的金融图标 信息很多 答案却很少 现在 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 是专业富裕的省心与便捷 九方池头 实战牌 股票学习平台 上海整装 携手百家建材品牌 全市助力 为广大装修业主 装出品质健康家 特此 上海整装 开工计 资深设计师 集结完毕 如这套户型 玄关设计收纳区 有效区分 室内外空间 动线合理布局 保障全无空气流通 特此 上海整装 开工计 工程团队 以准备就绪 采用卫生间 防水坝工艺 以及墙底面 增强涂刷等专利工艺 防止渗水漏水 并精选 起翻A级阻燃电线 无鲁低烟 更安全 特选鲁薄力 万象存水弯 及铜下水 防冲耐用 保障密封性 现在就拨打上海整装 官方热线 400338338 或扫码咨询上海整装 开工计 优惠详情 活动期间 千元下定 更有三万两千元 加剧全场任选 上海整装 全天候守护 严格把守 致力于为广大装修业主 装出品质健康家 为什么人人都想捕捉强势骨 答案当然是 启动快 人气足 幅度大 但是把握不到位 却容易追涨杀跌 那么如何找到 当下的强势标的呢 现在扫描二维码 领取强势骨实战分析宝典 没错 也许可以帮你 识别股市中的强势黑马 通过案例总结 公式化的筛选条件 汇总满足强势因素的 关注品种 轻松上手 立即扫描二维码 就可以申请领取 强势骨实战分析宝典 这里进场 还是这里进场 好的股票 更需要合适的进场时机 强势股实战保点 通过大视线 波段线 钻石底等五种指标共振 寻找进场信号 清晰地罗列了强势股的 参考记录方式和信号 上涨区间强势程度 一侃便知 现在就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立即领取 上手体验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股市 2022年进入到了下半场 A股的后市投资主线在哪里呢 如何能够提前地抓住强势股呢 现在登陆第一财经有看头家 报名年终重磅课程 决战强势股 精华战法融合大师的投资理念 手把手地教你跟踪主力做主线 决战强势股 系统知识巩固加实战演练 循序渐进地 助你构建系统性的思维 随刻还将享受四大礼包 还有强势股的交易手册 现在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下载有看头家APP 报名参与年终课程 决今下半年的投资机遇 有看头家让投资大有看头 好 接着让我们请出黄伟来听一下 他对于市场的分析 黄伟你好 好的 主持人 那我们看到在最近阶段 市场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点 就是新能源汽车 就在昨天的国常会 我们看到还在提及 继续加大对于新能源汽车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刺激消费 所以我们觉得在最近和新能源汽车 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概念 都在不断的活跃 那我们今天还是要围绕最核心的组件 就是电池和大家来聊一聊 最近又有哪些新的概念横空出世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宁德时代正式发布的 颠覆性的新技术 麒麟电池 这个电池有四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我们简单梳理一下 第一个就是它比特斯拉的4680电池 多装了30%的电量 第二个可以满足高压的快充 第三个极大提高了电池的寿命 第四重量骤降10% 从这四个方向不难看出 各个都是需求点的一个痛点 或者是要害 每一个点似乎对于我们的老百姓来说 都能够刺激我们的购买欲望 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麒麟电池 这个一下成为了当下市场当中的一个暴点 那我们继续来看 它对于A股市场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 在政策利好下 资金都在大幅抢筹概念浓头 这当中最核心的一个方向 就是热管理概念 所以说很多人都不清楚 最近为什么热管理在涨 其实它源于麒麟电池这样的一个逻辑 松支股份五天五百根本没有上车的机会 如果能够有上车机会 可能就已经是高点了 银帮股份我们看到六天大涨67% 江苏内利五天大涨63% 这样的一些概念的走向 无不是来自于热管理概念 就是麒麟电池的这样的一个延伸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送出的 就是麒麟电池新风口的注意 是低位爆发的龙头名单 我们每一次的名单当中都是聚焦低位 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来领取一下 我们来看历史上的一些经验之谈 首先我们看到在2021年5月 纳粒子电池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 同样也是宁德时代推出来的 板块涨幅当时是超过了80% 诞生了12只翻倍 以及4只两倍的股票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当时的连创股份 股价翻了9倍之多 接着我们看另外一个也是根电池 光伏的HIT电池 这是周K线的走势 2019年以来HIT电池的技术是问世了 随后板块涨幅 我们看到超过了3倍 诞生了37只翻倍股 以及3只10倍的牛股 这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上期数控 大尺寸硅片 股价直接翻了24倍 所以我们有牛相信 同样是来自于汽车用的麒麟电池 这当中也会诞生出非常强的股票 可能松支是第一个 但我们相信会有后面更多 所以今天我们重点聚焦的就是 麒麟电池核心受益的农头名单 业绩高增长以及股价相对低位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来领取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首先这一只案例呢 属于宁德时代的核心合作商 一级报大幅增长 盈利也是大幅提升 重要的是它在最近股价也涨了 但是它这个上涨是把之前的箱体 刚刚突破 所以我们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启动的阶段 第二个呢 同样它是热管理系统的农头 也是麒麟电池的核心受益企业 注意是全球第二大电动压缩机的厂商 一级报也是同比翻了四倍 股价呢 在之前来了几次连板 而在最近阶段出现了小羊的 逐步向上的一个趋势 还没有进入到加速阶段 案例三我们来看一下 它属于动力电池热管理的农头供应商 而且直接给宁德时代供货 充分受益于这一项新技术的一个推广 这个业绩呢也是高增长 最近的机构层面开始大幅度的集中在关注 最近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开始在底位堆量了 这个大家看得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量堆起来以后呢 有助于它在后面能够能够有一个爆发力 所以说看完这个之后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啊 不单单仅是连板的松支股份 而更多的一些优质的品种 其实现在才在底位刚刚启动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 股价低位加资金抢筹 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要素 麒麟电池新风口低位爆发的龙头名单 现在送给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来领取吧 好的主持人 好接着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明天的交易时段呢可以申购新股 大家可以申购一支新股 是创业版的公司五周医疗 同时呢明天会有三支新股上市啊 最后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短期能不能继续逼空啊 乐观的比例比较高啊 达到了67% 认为还是可以继续逼空的 但是逼空大家是要减仓吗 在操作上会怎么做呢 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 去了解一下啊 大家的仓位情况啊 看看加仓和减仓的比例 哎加仓减仓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 反而加仓的比例略高一些 更多的是仓位不变啊 好最后咱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情况啊 首先呢来看看北向资金 这北向资金啊真的是啊 昨天前天 大前天都是流出 今天呢流回来了120个亿啊 然后户股通买了53个亿 深股通买了66个亿 净买入居前的是东方财富和汇川技术 净卖出居前的是中国中缅 还有北方稀土 这是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啊 还在稳步攀升 也没有明显的加速啊 就后来说说大金融今天毕竟一动了啊 杨敏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因为大金融在上一波的话是以权商主导的啊 那么券商其实在第一位有反复的异动 加上现在是低估的 那我觉得未来的话 它一定会有一个固执修复过程 但这一波的话 我觉得对它的强度不要预期过高 没有第一波强是吗 对 应该因为是第二次轮动了嘛 所以它的一个强度应该是低于上一波 然后再加上这波主线又非常明确的是汽车和行动员方向 所以它不会分流太多的资金 只是说短期的一个异动而已 林世伟刚才也说到 就是说大家可能再去想 会不会是2020年那波行情 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或者大家对比的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有啊 因为其实2020年的时候也是券商工启动嘛 因为当时是创一把出车子 现在我们其实有个预期就是全是赏出车子主板嘛 然后呢这个预期其实年初一直在弹嘛 就是会不会在下半年某个时间节点推出来 那也有可能7月份8月份都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春山来说 它是一个预期嘛 它是一个预期之的 所以这一项如今 mejor预期之¶ 是一项预期之¶ 从于轻期之¶ 是一项预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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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